好,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要介绍 就是说,Excel如何依照旧号码推算出最新号码 就是说,根据V蓝的旧号码来推算出西蓝的新号码 那万一假如说西蓝的新号码呢 又是旧号码有的话,那就变干嘛 他比如111变成2222是新号码 可2222又是旧号码有 那就会变3333 33又是旧号码,又变4444新号码 4444新号码,又变成9999新号码 然后9999没有了,就到此为止 那这个要怎么去作业呢 那我们到底是由这边来看 在365或者是office2019以后的版本 你猜有这个函数 Excel, Lookup,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怎么意思呢 我跟你说明一下 第一个我要找的值 以这个G2来讲,他找的是F2的值 然后他的寻找范围是什么 V2到V8没有错 然后你要回传的 回传的范围是什么 C2到C8 那这个都一定要锁起来 搜寻范围跟回传范围一定都要锁起来 那F2不锁起来 为什么不锁起来 是因为我们会把这个干嘛 忘诱copy,把公司忘诱copy F2就会变G2了 他把这带进来去找 V9有没有 没有就干嘛 用ifl刚刚我讲的 那他干嘛 不填入资料 那万家有的话 像这个G3 他有咯 那我就会找G3 3333 那传回来是4444 然后呢 I这个格子里面 I3的地方 你看他抓的是H3 4444又可以找得到有9999 那我就9999 9999 然后 最后面我们在依然的地方 干嘛 一样玩这个 Mass G2到K2 这个J列里面干嘛 最大值 所以这个一望一下copy 是就把他的每一个最大 后面那个值 有没有 抓过来 抓过来 那就是最新的这个号码 最新的号码